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拖延已久的价值131亿美元的国防采购计划 其中就包括最六艘鱿鱼级潜艇的演进 但令人疑惑的是一向在武器采购方面热衷购买成品的印度 此次却一反常态的只购买了鱿鱼级潜艇的标准款 并计划未来将自主研发的AIP系统加装在这款潜艇之上 那么这款令印度沙费苦心研制出的AIP系统 到底有何不同反响之处 该系统联姻鱼级潜艇的计划 又能否如期完成呢 就有关话题让我们一起搜集今天的节目 2014年11月 印度某船厂内的船员们不顾骤然转冷的天气 仍旧夜以继日的未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忙碌着 随着最后一道工序圆满结束 一款令印度军方引以为傲的神秘装备 在众多热切目光的注视下悄然亮相 这就是印度自主研发的AIP系统 据了解 AIP是一款不依赖空气的推进装置 传统的柴电潜艇 必须每两天上不到潜望镜状态来充电 这是它们容易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反潜平台的攻击 而AIP系统的加装 将大幅提高潜艇的水下续航时间 增加潜艇的生存概率 据媒体报道 这款由印度自主研发的AIP系统 将被应用于目前正在建造的最后两艘鱿鱼级潜艇之中 按照协议的规定 首艘鱿鱿鱼级潜艇在法国境内建造 剩余五艘在印度境内建造 目前的建造工作是在孟买马扎钢船厂中进行 首艇预计在2016年底投入使用 鱿鱼级潜艇的原制造商 法国DCNS公司表示 在没有AIP系统的情况下 鱿鱼级潜艇最多可以在水下停留四天 该公司同时表示 可以帮助印度将国产AIP系统装入到潜艇之中 我们知道按照以往的情况 印度都是直接从其他国家购买成品 那么这一次他为什么不直接购买一个AIP系统的潜艇 而是买了一个常规动力的自己加装AIP系统 实际上按照印度人原先的最早规划的话 他实际上就是要从法国整套的购买鱿鱼 包括他的AIP系统的 但是这个时间拉得很长了 就从二世纪初期 印度打算购买建造新一代的常规潜艇 到2005年跟法国潜艇合同 要引进这个鱿鱼系统之后的话 他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年代的AIP系统的话 已经有了三种类型的话 比如说法国的B循环发动机 德国的燃料电池 还有瑞典最早的斯林发动机 这是AIP系统的三大类型 很多的国家开始搞AIP系统的话 这个基本上是可以入门的 就很快就能入手 这是一个 因此他想追求一个更好的技术 认为至少你法国的B循环发动机的话 这个不是我想要最好的 所以他到了2005年签订合同之后 没过多久的话 他就国内开始研讨 我们能不能搞一个技术更好的一套体系 或者买或者自己跟人联合研制 甚至是自己独立研制 这样的话 印度就能满足自己高大上的一个想法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既然AIP系统现在已经研制成功 为什么不加装在本国的潜艇上 而在等待遥遥无期的鱿鱼级潜艇 这其实就是大家都有疑问的一个地方 因为印度人它的军工项目这么多年以来 共同特点就是高指标 高要求 然后长周期 不断的推迟 然后耗资大 最后很多就不了了之 有的是做出来一个东西 但是有成品能交差 但是交差的东西已经过时了 你像它主力战斗机也好 包括它的坦克也好 很多这种情况 最后烂尾的工程比比皆是 所以印度人自己做这个AIP项目 应该说外界置疑也是很多的 因为你确实是可以把它锯开 然后重新改装 但是这成本是很高的 这跟成本和新造潜艇相比的话 它可能最起码也达到三分之一左右 这样一个规模 所以与其这样的话 你还不如做新的 特别是印度已有的常规潜艇 如果是基洛级这个系列 就俄罗斯的系列的潜艇 它肯定跟这个是不匹配的 然后俄国人的潜艇 又是有自己全套的作战的想法 全套的维护的装备 印度人现在甚至连基洛潜艇的 中修都还做不到 它每次中修都还是要送到俄罗斯去中修 这种情况下 他自己要把潜艇做大规模改装 上面装上自己研制的IP系统 这可靠性就更可疑了 所以现在印度人 他说他自己研发出来这个东西 先认为它是真的 那么即使是真的 他有这个东西 从可靠性上 从经济成本上的角度来考虑 他也不可能再装到 他已有的这些常规潜艇上去 那么就在人们广泛关注 印度的IP系统研究成功的时候 那么与他联姻的油域级潜艇 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那为什么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潜艇 会成为印度蓝色海军的一个下一代的潜艇接班人 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2005年9月12日 对于法国DCNS公司来说 是一个非常值得庆贺的日子 因为在这一天 历时三年之久的印度海军竞标项目 终于尘埃落定 经过三轮激烈的厮杀 法国与西班牙联合研制的 鱿鱼级潜艇 击败了所有实力强健的对手 最终赢得了印度海军 总价值35亿美元的军购订单 这也是印度近年来金额最大的单笔军购项目 鱿鱼级潜艇又称天蝎级 这款一动物和星座命名的潜艇 采用了金枪鱼形状壳体形式 流线型的挺身 使它受到的阻力小于一般的常规潜艇 在水下的最大航速能够达到20斤 而且潜艇的耐压壳体 采用高拉升纲建造 重量较轻 可以使潜艇在装载更多燃量和弹药的情况下 随时根据需要下潜至最大深度 相比此次脱颖而出的法国军工业 俄罗斯造船厂却显得既尴尬又无奈 据了解 早在90年代末期 俄罗斯圣彼得堡海军上将造船厂 就开工建造了首批两艘阿姆尔级潜艇 其中一艘用于装备俄罗斯海军 而另一艘明确提出将出口至印度海军 这艘俄罗斯的王牌潜艇 不仅在机动性方面 优于其他同类常规潜艇 而且其作战能力相比较 鱿鱼级潜艇也有着明显优势 鉴于俄印两国长期的军事合作关系 俄罗斯有理由相信 其最新推出的阿姆尔级潜艇 是印度海军的首选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阿姆尔级潜艇在印度海军的竞标中 却是早扫罢 说到这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轻巧 因为鱿鱼级潜艇 它的各项指标都不如阿姆尔级 可是最终 印度是选择了指标相对比较低的 鱿鱼级潜艇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 这也不能说它指标特别低 就是阿姆尔级 它是俄罗斯丹人最好的新的潜艇 但是俄国人的潜艇 和欧洲系的常规潜艇 它是应该说各有千秋 你表面上看 有的数字指标 可能就是鱿鱼级可能弱一些 但是它在具体的这个战术作战使用里面 其实可能它有它好的地方 就欧洲人它对这个细节的这个很多设计 是比俄国人为就是更强一些的 实际上法国在出口 包括鱿鱼级 这个这些武器装备的时候 它的出口政策是非常的灵活的 在这次印度采购鱿鱼级的这种武器买卖的中间体现的就格外的明显 比如说 法国人说你买这个鱿鱼级可以 我可以给你鱿鱼级进行量身的定制的改造 那么印度人里头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比如指挥系统 比如说舱石要求 就临时进行了按照印度人的要求 进行重新的设计 重新的改造 满足你的要求 但是印度选这个鱿鱼级 我觉得可能不完全是通过这个技术性能来选的 因为印度人它军构有个特点 它基本上是三条腿走路 就是从俄国 就是苏俄系 这是一支 你看它战斗机也好 包括这个其他装备 包括军舰都是这样的 就是苏俄系这是一支 然后欧洲这是一支 然后英国 它作为英联邦国家 英国这是一支 所以在潜艇这个方面 你看它已经有了俄罗斯的击落 所以它有可能在这个事情上要对冲一下 就是我再买一下欧洲系的东西 这就像它战斗机 它有了苏三菱 但是它还要去买阵风 这是一个道理 另外还有人提出了质疑 因为我们知道 由于集是针对欧洲狭窄水域而设计的一款潜艇 那么针对需要远洋作战的印度来说 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 还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不能绝对的说 由于集就是为欧洲的这种狭窄水域 比如说波罗的海 这种海域来设计的 因为由于集的话 是法国和西班牙联合研制的一款出口型的潜艇 这两个国家本国都不装备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说 未来设想的这款潜艇 就一定要用在 比如说大西洋海域 或者是甚至是波罗的海 或爱情海这样的狭窄水域 不知道 它一定会根据客户的需求 来进行一些专门的设计 俄国人特点是什么 它设计潜艇 它就重视最核心的这几项指标 第一安静性 第二火力 第三就是说 我在整个过程里面的艇员基本的生存性 其他的东西他不是特别在意 他有一个思路 就是我不能把最好的东西都用在一个艇上 要不然这个艇太贵 我造出来的话 我买不起 所以他的艇很多时候 有一些部件就没有那么好 或者有一些部分的指标 或者是功能就没有那么强 欧洲人潜艇它特点是什么 它信息化程度高 然后对人机工程考虑的比较多 人员在里面相对来说 往往居住条件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他考虑你这个人 在来回执勤整个过程里面 怎么样充分发挥你战斗力 怎么样让你直更 然后整个更替的 让你人的状态更好一点 这些东西他考虑是很多的 包括艇内的环境 然后导航信息 这些东西 此外最重要的一个 它转让了大量的建造技术 我们说印度海军的话 现在常规潜艇的数量也不少了 他从俄罗斯引进了 前后引进了十艘击落机 还有当年从德国引进的 那个四艘二零九星 还有此外当年早些年 从苏联引进的两艘的 那个老式的潜艇 这个数量挺庞大的 但是没有一艘 它是自己造的 但这次法国人说 第一艘我在法国造船厂建造 剩下的五艘 全都可以放到你的造船厂进行建造 这样的话对于扶持印度本身 本国自己的造船工业 尤其是潜艇的建造技术的话 是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法国人来说 那个潜射的飞鱼导弹 我也可以转让给你 也可以卖给你 那这是印度人非常乐意接受的 所以综合这些角度来说的话 选择游游戏也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看到 不管怎么说 最终的印度是和德国 签署了这样的一笔军供订单 但是这样一个潜艇的建造计划 却进行的一波三折 2002年11月 印度和法国高级防务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在巴黎举行 双方对印度采购 鱿鱼级潜艇的细节进行磋商 不久之后 印度国防部批准赤资 20多亿美元建造6艘鱼级潜艇 首请定在2012年交付印度海军 然而潜艇的建造计划 还没有来得及执行 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由于加装AIP系统等原因 法国将最新合同的报价 提高到了34.8亿美元 超出预期31% 更糟糕的是 在这份赤字巨大的军购大单中 居然没有注明 印度马扎钢造船厂 应自动获得包含 鱿鱼级潜艇所必须的传感器 推进系统及一系列配套设施 法国阿里马斯公司 趁机对此展开了二次要价 最终将此次军火交易的总额 锁定在39亿美元 在军方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下 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 勉强做出了让步 但只同意在20亿美元的基础上 再追加支持4.2亿美元 一番僵持之后 法国最终同意 于2016年底 交付鱿鱼级潜艇的首帖 但因为印度要求 为最后两艘鱼级潜艇 加装国产的AIP系统 所以法国军方不同意 将后几艘犹豫级潜艇的 交付时间写在合同当中 有人说加装AIP系统 是军方推迟交付日期的 一个借口而已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 陈老师您怎么看 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当年签订合同到现在 已经将近10年了 那么这个潜艇的话 印度海军还迟迟不能够接收 这个新的信号 可以说印度海军 已经是非常的焦虑了 因为它原来最早的时候 有18艘的常规潜艇 现在各种事故 或者是因为挺生的老化等等 现在只有9艘还能够正常的使用 它非常着急 但是即使是着急 这个新一代的常规潜艇的话 还迟迟不能入业 这里头有很多的原因 比如说当年就爆出过 印度在采购跟法国谈判的时候 就出现过合同的丑闻 就比如贿赂案等等 这个好像法国的一些武器的制造商 在国外销售都经常爆出这样的丑闻 在印度的这次潜艇采购的 大单的谈判的过程中间 也免不了出现了这样的丑闻 这也会导致了它后来的一些波折 就是潜艇这个东西 包括AIP发动机都是这样 给你一个设计图 不是说你都能见出来的 比如同样一个设计图 同样一个一张图 你的工厂装配出来的精度 和那个工厂装配出来的精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同样一条汉缝 你这个工厂汉出来的效果 和那个工厂汉出来的效果 就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汉缝是怎么来的 汉缝的质量是怎么来的 这是多少年以来 你的工厂管理 技术工人培养 然后你的生产的经验 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基础 不是说你现在简单的去市面上 雇一个人就能拿到 那么到底放在哪一个造船厂的话 印度人自己都想不明白 这个造船厂看看也不错 但是也有问题 那个造船厂也有问题 实际上它正是由于它自己的基础 比较薄弱 真的要承担起潜艇制造的 这么一个大宗的 非常精密的一个活的话 它还是心有顾虑的 这也是导致它另外一个问题 而且别说是印度 就其他有的潜艇大国 比如说几家造船厂都能造潜艇的 那么它的潜艇部队军官就会反映 就是一个造船厂造的潜艇 和另外一个造船厂造的潜艇 同一张图纸 出来的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印度人就是这个问题 当然最核心的问题的话 还是这个AIP 印度军方这次说的倒是没有错 就AIP系统的变更的话 是直接导致它整个工期延迟的 一个重要原因 大概在08年09年的时候 提出我自己要建造 到2010年甚至还发出一个国际招标 看看能不能联合研制 实际上这次那次的联合研制的招标 已经反映出它国内自己独立研制 肯定是遇到了一些技术瓶颈 那么这么一个反复的一波 删则的来回折腾的话 再加上本身这个 AIP系统这么一个高门槛的先进技术的话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的保障 你政府也没有给我充足的经费等等 这一大堆理由摆出来 所以说延迟的话很正常啊 而且我们说印度将自己国产的技术 架接到其他国家装备上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此前呢在基洛基潜艇上它就曾经加装过自己国产的装备 但是好像效果上来看却有一些沉默结舌 2010年2月刚刚结束维修改造计划的 新度拉克沙克号潜艇返回了印度 这项耗资8000万美元的潜艇改造计划 可是该潜艇的使用寿命延长5到10年 然而让印度人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的精心呵护却让这艘潜艇发火了 印度军方首爆成功研发神秘系统 究竟是何种装备让印度信心大增 我们能不能搞一个技术更好的一套机器 或者买或者自己个人联合研制 甚至是自己独立研制 由于出口印度尘埃落定 高手如临的顶级竞赛 法国平和本领 倾取这一军火弹高 所以他有可能在这个事情上要对冲一下 就是我再买一下这个欧洲系统 巴基斯坦军购在即 印度军方人风而动 在这场后发的军备竞赛中 印度能否力挽狂澜 他想我必须要形成一个技术上的优势 来进一步巩固他数量上的优势 全新的动力推进装置 万众瞩目的鱿鱼级潜艇 印度海军的另类搭配 究竟能否助其完成军工事业的华丽转型 给你一个设计图不是说你都能见出来的 本期沙场 特邀军事专家陈坚 刘华为您双重解读 印度急于实现武器国产化的幕后玄机 沙场正在播出 2010年2月 印度海军击落级潜艇 新度拉克沙克号 在维莎卡帕特南海军船厂 进行日常维护 然而让印度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艘国宝级潜艇 在一番的维修之后 不但没能解除原有的故障 反而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场灭顶之灾 给印度海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据冲 此次潜艇起火的原因 竟然是印度军方贸然更换了 火产的氢燃料电池所致 2010年2月26日 孟加拉湾的海港内风平浪静 港口的船员们正在对一艘击落级潜艇 新度拉克沙克号 进行日常维护 自从该潜艇上的两组二型 盐酸电池组 被换成了印度国产的氢燃料电池之后 艇员们不仅要对每块电池的充电量 进行手工操作检查 还需要对排放氢气的软管进行查看 然而这一天 艇员们似乎忘记了这一重要使命 被他们遗忘在身后的电池舱 正在悄悄地酝酿一场可怕的化学环境 电池内的氢气 随着泄漏的软管 开始与空气混合 并在艇内积蓄起来 随着小小的火花演变成了熊熊火焰 清可之间 火焰就吞噬了整个操作心 导致该潜艇被迫关闭所有供电系统 藏内官兵紧急疏散至安全位置 据报道 此次事件最终造成艇上一名技师当场死亡 两名艇员被严重烧伤 所幸的是 火灾很快得到了控制 艇内其他重要设施并未受到拨击 随即 辛度拉克沙克号被送回俄罗斯 进行为期两年半的大修与升级 2013年1月27日 俄罗斯军方将这艘潜艇重新交付给了印度海军 在我的概念当中 好像一般潜艇只有在航行的时候才会发生事故 但是我们看到印度的潜艇老老实实的待在港口里面 却发生了麻烦自己找上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什么原因 潜艇停在港里面或者是进场维修 其实也是有很多风险的 你停在港里面的话 比如说你要通电 你要接电 接电的话 你就是有电源的问题 然后艇内就有存下来的像蓄电池这些东西 它里面都有比如说有液态的材料 有液态的溶剂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出现像化学品泄漏 或者说是火灾的风险 包括停在进场维修的时候 当然麻烦就更多了 因为进场维护有时候会有焊接 会有各种各样的脱带艇的动作 有碰撞 所以这个艇它不只是在海上会遇到危险 它在港里面不管是停泊也好 进场维护也好 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说这样的事故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另外在事故发生之后 也有些人提出来如果当初印度不是自作主张更换了国产的发动机的话 这样的惨剧就不会发生 那么对于这样的看法 陈老师您怎么看 首先我们从第三方的角度来说的话 一个大国 印度作为一个印度洋上的一个大国 它追求一个军事大国或者是武器装备的国产化 自主制造的这么一个能力的追求的话 还是值得肯定的 以前的话就用它自己的话来说的话 印度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要实现这个目标的话 它在各个政治经济文化 包括军事等各个领域的话 它一定是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追求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 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 那么这个我想任何一个大国在几个起步的阶段的话 都难免碰到 但只不过是它的日常管理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 那么其实美国空军的话 自己也摔飞机 比如说当年的第三代战斗机F15 刚刚入役的头两年摔的也不少 施工率也很高 但是它属于一个新装被入役的过程中间的一个正常的现象 但是印度就不一样 印度摔的飞机发现了不光是新飞机在摔 而且是老飞机就入役已经二三十年 它是用老飞机或者十六年的飞机也摔 新飞机也摔 成熟的飞机也摔 老飞机也摔 那么实际上印度在整个装备发展和军队管理方面的话 的确的话 无论是它的管理体系还是经验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 那么这方面 比如说在装备研制方面 当年的阿球坦克已经成了众人的笑柄了 对吧 一研发就那么多年 二三十年 东西就出来了 但是军队迟迟不肯的接收 这方面 武器装备的指标定的很高 但是与本国的基础工业的能力脱节的太严重了 包括一些现在的军事大国当年的前苏联到美国等等 它真正的要把自己的底子打厚打扎实了 才能够后继勃发 才能够现在武器装备百花齐放的局面 印度如果要达到真正它的理想的战略目标的话 可能这一步还要走的路很长 印度要提高武器装备国产化的机械心情我们能够理解 但随着接二连三事故消亡的 却不是武器装备那么简单 1997年 印巴恢复政治对话和总理会晤 两国关系出现缓和势头 印度随即决定 取消与美国雷声公司价值约1.4亿美元的火炮定位雷达合同 并将该项目的款项转手投入本国的国防研究 与发展组织自行研制 该组织保证两年内拿出国产的同类系统 两年之后 印巴爆发了自1988年以来 最为严重的一次边境冲突 史称卡吉尔冲突 就在印度陆军急需在冲突中 对巴基斯坦炮兵火力实施反击的时候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2D欧 却无法按照承诺生产出武器定位雷达 致使印度陆军遭受了重大伤亡 尽管最终 印军在空军的支持下 以胜利结束了战争 但印度国内媒体认为 D2D欧应该为这些不畏的战争伤皇负直接责任 此次事件发生之后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受到了国内媒体的猛烈抨击 甚至由主流媒体发表题为 D2D欧是如何搞垮印度军队的文章 据不完全统计 自2007到2012年 由将近700名科学家从该组织辞职 以谋求更好的发展 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感觉很奇怪了 印度在发展本国的武器装备的时候 一方面的得到了高层的重视 另外一方面资金也非常的充分 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是看到 它状况不断 它提出来国防采购计划有一定关系 这个印度的军工产业 它很奇怪 它有它自己的一整套的逻辑 就是它里面长期以来 细分出来了很多既得利益的集团 有的既得利益集团 专门就是从国外买东西 然后拿回扣的这批人 有的人跟俄罗斯关系比较好 有的人跟西方 像英国或者是欧洲的那几个国家比较好 他们各自都吃自己的一块蛋糕 然后国防发展组织 它这个组织 它也有自己的一块蛋糕 就是所谓的国产化这一块 所以它提的有这么一个规划 就是要求印度的装备 必须就是资产部件达到30% 它觉得要慢慢的提高 印度自己的国产化装备的比例 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时候 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 按时交付部队这些东西 因为军队在一线 它是要打仗 它需要的是最合用的装备 那么如果你国产装备顶不上的话 那么进口装备实际上是 就应付不施之需的 就像在克什米尔 在一线作战 像刚才提到炮兵雷达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 那你又打保票 说你能研制出来 最后你坑的 其实是军队作战的部门 所以现在军队和印度的 军工的主管部门 然后包括和进出口部门 这几家中间 有很多 一个是有很多说不清的利益的纠葛 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恩恩怨怨 有很多矛盾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就有人提出来了 这一次印度的IP系统的研制成功 其实是印度军方重整旗鼓的一个标志 那么您认为事实真的如此吗 倒不能称为印度军方重整旗鼓 可能对于说是印度的军火制造商 重整旗鼓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问号 第一个 印度这回所宣布的IP系统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第二个 它目前的成功成功到哪一个阶段了 印度到现在没有宣布 我这个IP系统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 有可能是斯特林发动机 有可能甚至是最高级别的燃料电池等等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技术 印度现在掖着捂着盖着 我不让你知道 那么至于是技术有多 因为太先进了 我不能够要保密的 还是因为我不好意思跟大家说 这个不得而知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就是你这个成功成功到哪一步了 有可能实验室状态你是成功了 有可能你跟潜艇的一些 整个建造技术等等 已经完全匹配了 最高的一个 就是你能够成功的安装到 一行挺上 并且有效的工作 能够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这才是标志的真正的成功 那么你现在宣布的成功是 到了哪个阶段 所以说这又是第二个问号 实际上潜艇的IP系统的话 在全世界范围来说的话 都是一个高技术门槛 能够真正的研发 并且有效装备的国家 寥寥无几 比如说欧洲的国家的话 德国 法国 西班牙实际上 它自己都没有独立的研发能力 然后就是瑞典了 在亚洲的话的话 日本也只是一个 斯特林发动机的技术 那么它现在日本下 也追求一个燃料电池的技术 也没有达到这方面的 高水平的状态 实际上因此对于印度这样的 国防工业基础 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国家来说的话 它真的要追求这么一个高门槛 高档次的一东西的话 我想不是那么轻松的事 可能现在的所谓的成功的话 更多的是一个口号而已 但是我们看到 那么作为一个高门槛的技术 IP系统 现在印度声称是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最起码也能看到印度的武器的国产化 已经向前迈了一步 而在相关领域 它的劳盾手巴基斯坦 已经早已抢占了陷阱 2008年10月 经过一系列海事 巴基斯坦海军在卡拉奇船厂正式接收了 阿哥斯塔B级常规潜艇哈姆沙号 标志着 巴基斯坦首艘AIP潜艇正式鼓励 该艇是巴基斯坦在法国DCNS公司技术转移项目下 完全自主建造 由分析人士指出 相比之下 印度军方耗资巨大 却收效甚微的军工振兴计划 貌似已经输掉前期 印度军方首爆成功研发神秘系统 究竟是何种装备让印度信心大增 我们能不能搞一个技术更好的一套机器 或者买或者自己个人联合研制 甚至是自己独立研制 由于出口印度尘埃落定 高手如临的顶级竞赛 法国平和本领 倾取这一军火蛋糕 所以他有可能在这个事情上要对冲一下 就是我再买一下这个欧洲系列 巴基斯坦军购在即 印度军方吻风而动 在这场后发的军备竞赛中 印度能否立马红篮 他想我必须要形成一个技术上的优势 来进一步巩固他数量上的优势 全新的动力推进装置 万众瞩目的鱿鱼级潜艇 印度海军的另类搭配 究竟能否助其完成军工事业的华丽转型 给你一个设计图 不是说你都能见出来 本期沙场 特邀军事专家陈坚刘华为您双重解读 印度急于实现武器国产化的幕后玄机 沙场正在播出 近日有外媒传出消息 巴基斯坦与中国已经签署了 六艘原级AIP潜艇的采购合约 而在此前 巴基斯坦已经拥有了一艘AIP潜艇 并与法国联合研制潜艇的AIP系统 作为巴基斯坦的传统对手 印度海军目前尚无AIP潜艇问世 有媒体认为 印度在这场军备竞赛当中 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近年来 外媒不断爆出巴基斯坦与中国签订AIP潜艇的消息 但一直显有细节披露 直到2013年2月16日 美国媒体报道成 目前巴基斯坦与中国 已经签署了六艘配备用 斯特林循环AIP系统的升级版原级潜艇 该系统比瑞典的原型斯特林发动机功率更大 延长了潜艇的潜航时间 它的加装在某种程度上 缩小了AIP潜艇与核动力潜艇之间的差距 除此之外 巴海军已经拥有了一艘哈姆扎AIP潜艇 并着手改造法制自主式潜艇能源模块AIP系统 用来改装另外两艘姊妹艇 哈里德号和萨阿德号 相比之下 印度海军潜艇的求购计划显得十分缓慢 六艘鱿鱼级潜艇的建造工作 已经落后于时间表至少三年 而寻求加装AIP系统更是显得遥遥无期 印度海军参谋长维尔玛敬高说 印度海军现存的16艘老旧潜艇 将会在今后五年里损失一半战力 即便是六艘法制鱿鱼级潜艇列装 印度海军短期内 距离其至少18艘常规潜艇的作战需求 仍相差较远 对此 有印度媒体指出 随着巴基斯坦潜艇部队实力的稳步上升 印度的装备劣势更趋明显 印度和巴基斯坦应该是老对手了 但是我们看到巴海军在AIP潜艇方面 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我们能不能说现在印度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这个倒不完全是的话 的确在AIP系统方面的话 巴基斯坦的海军动手相对来说的话比较早 巴基斯坦海军的潜艇目前是这么一个状态 它总共现在现役的是四艘潜艇 都是法国造的 两艘是AX-90B型 两艘是AX-70B型 那么法国呢 前几年的话呢 在一艘AX-90B型的话呢 把B式循环系统的话呢 运用到巴基斯坦海军的这艘潜艇上了 也就是巴基斯坦也是成为了世界上 比较早运用潜艇AIP系统的这么一个国家 那么现在有消息传出的话 巴基斯坦还要从其他国家的话 采购六艘AIP系统的潜艇的话 这样的话形成一个比较大规模的 AIP潜艇的战斗群 这个是让印度看得比较着急的 印度人他最后AIP潜艇什么时候能服役 什么时候能真正到他手里面形成战斗力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你不能说他肯定就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另外就是印度人他的潜艇 他的技术水平在他服役之后和同批的巴基斯坦 从其他国家购买AIP潜艇相比处在一个水平 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好的比较 实际上印度这次之所以要独立研制自己的AIP系统 或者是不用法国的必需循环的话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对手 巴基斯坦已经用了法国造的技术了 他想我必须要形成一个技术上的优势 来进一步巩固他数量上的优势 印度海军的潜艇的话数量上是占有优势的 他一共前后从俄罗斯采购有10艘击落机 再加上当年从德国引进的209的有4艘 还有老式的两艘 此外他还有核潜艇在舰的和已经下水的监机者等等 整体的话就能够对巴基斯坦形成数量上的优势 至少质量上我不落后你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印度声称在AIP系统研制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那能不能说现在印度已经开始后发之人了 不能完全这么说这种话 还有就是这个印度人 他的这个潜艇作战和巴基斯坦 他的目标毕竟是不一样的 虽然说印度他主要作战对象是巴基斯坦 但是他毕竟他要做所谓什么印度洋 是印度的这个海洋什么 他要做一个就是在印度洋的这个地区 就是更广域的一个大国 他想的这个就是丁的这个视野可能会更大一些 那么他所面临的这个对手可能也会更多 就不仅仅是巴基斯坦 所以他要需要的一个潜艇数量 需要潜艇这个作战的海域 都比巴基斯坦的这个潜艇力量要更多 那么技术上的话 他现在通过自己研发的这个努力的话 一步一步的话 我想会追赶上这个世界的这个IP的脚步步伐 但是印度在这里印度洋上 对手巴基斯坦这方面的竞争的话 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巴基斯坦海军实际上在潜艇的作战方面 在世界上范围来 二战之后的话还是可圈可圈 就二战之后第一次用潜艇 击沉大型水面舰艇的 不是我们耳术能详的什么英国美国 这些大国也不是以色列 而是巴基斯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 就1971年的时候 巴基斯坦的一艘潜艇就用那个 集成了一艘那个印度的那个反潜型的护卫舰 可以说的话呢 巴基斯坦对这方面的话 他还是有很多的潜艇的作战应用心得的 所以说印度要真正的要让自己 IIP系统的这个潜艇啊 装备好 运用好 建设好 那么跟他的老对手竞争的话 还是有一番功夫要下的吧 我们看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在IIP系统 研制的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但这并没有让他们停止脚步 因为有消息显示印巴双方呢 他们的战略目标都逐步向核动力潜艇在迈进 2012年4月4日 印度海军向俄罗斯租赁的海豹号攻击型核潜艇 自俄罗斯滨海成功实体印度海军基地 该核潜艇于次日正式编入印度海军编队 入役后的海豹号核潜艇更名为查卡拉2号 这标志上 印度将成为继美国 俄罗斯 中国 法国 和英国之后 第六个装备核潜艇国家 对此又分析指出 印度海军正着力打造以核潜艇为轴心 AIP潜艇和远程反潜侦察机为辅助的二线部队 来代替航母战斗群 在战时执行封锁任务 然而 就在印度核潜艇即将服役的同时 美国媒体披露 巴基斯坦也已经开始着手建造核动力潜艇 据相关人士分析 依托已有的法国技术 再加上近年来 在民用核能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 巴基斯坦发展低档次的核潜艇并非难事 对此又分析指出 印度与巴基斯坦在这场潜艇领域的军备竞赛 俨然已经拉开了帷幕 我们看到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 在远洋和近海地区都展开了军备的拉力赛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 未来如果装备了IP系统的这个鱿鱼潜艇 将会部署到印度的什么位置 这你可以从印度海军可能的作战方向上来看 首先在巴基斯坦这个方向 就是印度的西海岸 就阿拉伯海这个方向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那么这个地方会是印巴两国海上力量 包括海空力量直接交锋的一个战场 还有就是印度 它毕竟它是一个横跨整个 某种意义上印度洋是连接非洲中东 然后还有亚洲包括大洋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枢的海域 那么在这个海域要争夺制海权 要威胁或者监控这些海上航线 也有可能要用到潜艇 所以说印度要使用潜艇的方向其实是很多的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很多IP系统 它的这个优势 包括了解了一下印度现在它的国际状况 那么未来如果印度真的是IP系统研制成功 并且部署到它所相应的合适的位置的话 那么对于印度未来的战略走向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的话包括两个层面 一个是武器制造 一个是军队建设 这两个方面 对于武器装备的研发来说的话 我想起到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那就是一个增强性进鼓足士气的一个作用 印度的话军火工业的话 前一段时间的话的确遭受的挫折很多 那么从阿胸坦克到各型的导弹 然后到战斗机 甚至航母的进展也不是特别的顺利等等 那么现在高调的宣称 自己的潜艇IP技术有了突破的话 我想对于整个印度军火工业来说的话 无疑是一针强性剂 像全世界宣布 我们一定能够研制出自己的高水平 高技术的武器装备 完全可以达到30%的目标 不必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 这是一方面 那么对于印度海军来说的话 那么它有个选择就是核潜艇和常规潜艇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这次常规潜艇的AIP系统的高调的说研制成功的话 我无疑对印度海军来说就增加了一个新的选项 就是我还需不需要把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到核潜艇方面 我是不是通过AIP这个非常不错的技术 让我的常规潜艇已经部分具备核潜艇的这样的攻击能力 因此我未来整个潜艇的作战的结构里头的话 我核潜艇的话没有必要像当初想象的那么重 我常规潜艇我依然可以撑起大部分的江山来 所以说印度打造整个印度洋上的蓝水海军的话 有可能未来它整个潜艇兵力的结构的话会有一些调整 可能常规潜艇的力量的话借助于AIP技术的突破 它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 核潜艇的话可能到时候没准会处在一个辅助的地位 近几年印度作为世界军购市场最大的购买方 在提升区域影响力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随着其先进武器的陆续服役 国产装备的接连问世 印度距离其国防现代化似乎更近一步 要不然这种积极的状态能否继续保持 其蓝水海军梦是否会顺利实现 还需要等待时间给我们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